大家好,我們是西貢崇鎮天主介小學部的同學 今天我們不僅要介紹綠色創意發明 我們其實是推銷綠色創意產業 一個充滿雙肩的生意 這次主題與防鐵有關 相信很多同學都會想設計一些去消毒的產品 但我們認為有一個問題更加需要去改善 因為新冠疫情 出街給錢包、電話和鎖匙 更加重要就是要戴口罩 日遲的口罩使用量急速增加 而棄制口罩就對世界各地都造成環保問題 給大家一些數據 只看香港大家知不知道 一天香港人會棄制多少口罩 是600萬個 重量達到15噸 而最終大大增加一堆填區的固化 所以我們構思和設計一些機器 可以令到用過的口罩重用 但最終發覺不可行 所以我們再想想 會不會可以將用過的口罩 有其他更好的用途 最終我們設計出這個口罩回商再造機 我們現在介紹一下這個機器的運作 這個機器分成三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就是回收 它有幾個多問題 從個人壞生的穿上 當口罩放進去的時候 就會用紫外線進行初步的消毒 之後就會開始分類 分辨口罩是否適合下一個步驟 如果它是一個不適合的 例如木、玻璃和鐵 就會直接輸送它的垃圾桶 如果是適合回收的話 它會直接輸送到下一個門頭 機器第二部份是透過高溫來溶解口罩 這個是用金屬造的一個溶錄 裡面有個公司 會將裡面的環境加熱至300度 就可以將口罩溶解 完成溶解後的流汁物料 就會經過管道傳送到第三個機器 部分分別有兩個工序 收到第二部機器的溶液之後 透過管道流入冷卻水箱 目的就是將溶液變成固體 最後一個步驟是透過鋒利的刀片 把物質切碎 製成明顯的膠粒 原理就像在街市見到的水溶機一樣 收集到的膠粒有很多用途 例如可以成為運動牆上面的膠粒 成為環保磚或者車胎等等 我們的設計不單只可以達到環保 因應新冠疫情 口罩雖然可以幫助抗力 但同時亦都做成長這麼龐大的環境污染 增加多田區的負荷 我們的機器不能做到轉發為難 從經濟的角度考慮 除了機器的投資 都可以算是一個無本心理的生意 正支持我們的設計 我們今天的介紹就來到這裡 祝願各位身體健康再見